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表示 运往中国的6万吨农产品在俄军袭击中被毁 北京同样是肩默不语 连声抱怨都不敢发 似乎中南海要将中俄友谊进行到底 然而世界大事却是俄罗斯不仅被西方国家排斥 就连曾经支持帮助俄罗斯的国家 如今也纷纷与普京拉开距离 海外时评人士周小辉撰文分析 7月19日南非总统府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8月在南非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 南非阻止普京来访的根本原因是 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 如果普京出席峰会的话 南非有义务逮捕 被指控犯下战争罪行的普京 即使在南非政府宣布普京不会参会后 南非最大反对党 民主联盟依然要求法院 强制其在证明俄总统前往南非的任何时候执行逮捕令 南非政府表示同意 这意味着至少在指控罪名撤销前 普京是不能踏足南非了 相比之下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此前曾允许俄罗斯货轮停靠南非的海军基地 并默许其运送武器 背后极有可能是中共的运作 这次普京被组参会 再次印证了普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地位 而中共与拉马福萨再交好 也只能无可奈何 帮不上老朋友一点忙 文章写道 除了南非 此前一直为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武器的伊朗 最近也突然变了脸 7月18日 伊朗外长阿普杜拉西洋公开表示 伊朗政府不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 支持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 伊朗为何突然翻脸呢 这还得怪俄罗斯自己 就在几天前 俄罗斯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 举行战略对话时发表了联合声明 俄罗斯表示支持阿联酋以和平方式解决与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 入海口的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部岛的争端 惹得伊朗大为不悦 马上召见了俄驻医大使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亲自给伊朗外长打电话 改口称俄方绝对支持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意思的是 伊朗似乎依旧不买账 阿普杜拉西洋随后在记者会上说 在伊朗和别国的外交关系中 我们绝不允许俄罗斯和中国认为 他们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他甚至还暗示在必要的时候 伊朗可以拥抱以德国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文章分析 伊外长的这番话显然不仅仅是说给莫斯科听的 也是在说给北京听 要知道伊朗被美欧制裁后 中共给予伊朗的方方面美援助可是不少的 但如今伊朗却说出这样的话 是在要更高价还是表达不满 或者两者兼有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北京用利益买来的中医关系并不牢固 中南海内心中的无奈和焦灼 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 普京曾经的盟友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最近也拉开了与他的距离 不久前 埃尔多安公开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要求释放亚速团指挥关 并停止反对瑞典加入北约 这同样给普京带来重大挫折 文章最后写道 南非伊朗和土耳其的相继变脸 释放的信号就是国内兵变后的普京 国内外的日子较以往都变得更加艰难 更不受待见 而习近平选择继续支持 近乎孤家寡人的普京 最终的结局能是什么呢 夏天是吃瓜的季节 中共最近似乎有那么一点体恤民情的意思 配合今年这个极热的夏天 适时的给出了一个大瓜 这个瓜的名字叫秦刚失踪 几周来全球舆论现在吃瓜狂欢之中 争相追问秦刚在哪里的热潮还在延续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美国之音 撰文分析秦刚在哪里 第一个答案是中共官方早先给出的 说是健康原因 从中共外交部的圈子里 讯息传出第二个答案 秦刚因婚外情并有私生子而被官方审查 还有补充版说秦刚的情妇是双面间谍 一时间网路上有图片 有视频 吃瓜群众大饱眼福 剧情至此 有点当年薄熙来王立军大剧的味道了 紧接着第三个答案出现 这回扯上了路线斗争 秦刚亲美被中共的亲俄派向习近平告发了 总之 健康论不成立 绯闻论不到位 斗争论没结果 只要秦刚没露面 中共不官宣 还可以四论五论八论十论下去 这个瓜有得吃了 秦刚在哪里 我的答案是秦刚在不自由的地方 文章进一步分析 这个不自由的地方可以具体到留置官员的某个宾馆 乃至秦城的某间牢房 但也可以泛指中共官场 乃至整个中国 在中国民众不自由 人们对此深有体会 但是 这也往往造成了一种错觉 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如果进入了体制 爬上了高位 掌握了权力 那就有了自由 要说的是 在这个不自由的地方 你有钱 有权 有地位 都依然不自由 可背的是 秦刚驻外多年 有在英国和美国不下十年的生活经历 应当知道一点自由的滋味 但是 他依然迷信权力所带来的那种假自由 如今 不知秦刚是不是在后悔 反正都是吃瓜 咱们也不妨 帮秦刚这么狂想一下 今年新年已始 秦刚离任驻美大使的前夜 在美国华府突然失踪了 明明知道回到北京就要官升三级 大德重用 偏这个时候居然叛逃 这个瓜更大 可惜对秦刚来说 这已是水中月 尽中瓜了 有道是 自由就像空气 有它的时候 你不感觉到 没它的时候 你找不回来它了 王立军毕竟是曹王起家 当年居然闯了一回 美国领事馆 网络极度传言 王岐山从中国跑了 那是因为 有人替他惋惜 当年也许能跑的时候 却没有跑 如果年初秦刚跑了 他还会和咱们一起 看关于他自己新闻 吃他自己的瓜吗 如今只剩咱们自己吃瓜了 美国商业内幕文章指出 北京当局竭力向 每个愿意聆听的人强调 中国再度使之开放 中共之所以努力的喊话 只因外资已经枯竭 然而中国经济有一道砍 习近平问题 只要这道砍存在 中共当局或许 不能指望外资回流中国 文章写到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 中国疫后的经济复苏已停滞 北京向西方释放出来 来这里投资的明确请求 之所以这么做 原因简单 外资已枯竭了 研究公司 熔顶集团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国际投资人 企业与政府 在中国支出仅200亿美元 较2022年第一季的 1000亿美元大幅下滑 这样的奏简 可能应该归咎于习近平的铁腕 除了大搞清零 在去年底的中共二十大上 这位中共领导人夺取权力 公布由政治先信组成的领导班子 并公然羞辱他的前任领导人胡锦涛 惊慌的投资人对此的回应是 大举抛售中国股票 导致6万亿美元流出 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正持续贬值 文章指出 单单是2023年 北京已禁止采购部分美国 美光公司芯片 派公安前往美国顾问公司 贝恩上海办事处进行搜查 同时打压中国大型科技企业 使其总市值蒸发1.1万亿美元 中共当局还实施严格的资本管控 导致即使是外籍人士 也难以将资金带出中国 新兴市场教父 莫比尔斯今年3月间就曾批评 由于资本管制 他对于投资中国非常非常审慎 鉴于习近平的独裁强硬统治 根本没有谈到对开放的承诺 即使北京多么努力吸引西方 也不要期望外国投资将回流 据印度经济时报7月22日报道 印度政府拒绝了中国汽车制造商 比亚迪与一家当地公司合作 在印度建立一座10亿美元工厂的提议 这些消息再次反映了 印中两国不断恶化的关系 木头社本月曾报道 比亚迪已向印度监管机构 提交了一份10亿美元的投资建议书 尼语总部位于海德拉巴的一家印度公司合作 组建电动汽车合资企业 在印度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 据经济时报最新报道 印度当局已就该投资提案 征求了一些部门的意见 一位印度官员透露 在讨论过程中 对中共在印度投资的安全问题 提出了种种担忧 在比亚迪想在印度大展拳脚之际 这些担忧又凸显出来 自2020年6月 中印两国爆发冲突以来 边界争端已持续近三年 稍早前的6月 两国更是互相驱逐记者 几乎断绝了双方的媒体接触 印度前驻华大使阿肖克·康特表示 这些信号显示 中印双方的不信任加剧 双边关系处于低点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辛格预测 未来5年中印关系的紧张局势 将持续存在 新的危机可能会随时隐然 辛格分析指出 这里有一个结构性问题 中国比印度强大 但印度拒绝在亚洲 扮演中国的次要或从属角色 中国希望印度成为次要力量 和二号人物 但印度拒绝从命 随着北京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印度可能会更靠拢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 这无疑将加剧中营边境 和其他局势的紧张 山东青岛 兰西市 到威海融城市的 来融高铁工程的施工 总承包单位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 近日被分包商 实名举报 偷工减料 工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据报道 当分包商就相关问题 向中建八局提出异议时 竟然遭到对方的恶呛 能干就干 不能干滚蛋 随后有公众号 披露了中建八局的军工背景 据悉 近日实名举报 中建八局偷工减料的 是河南三杰实业有限公司 三杰公司 作为分包商之一 该公司负责来融高铁部分 陆基断罗文庄的施工 三杰公司负责现场施工的朱旗 告诉陆媒 最初他们按照设计图纸 进行罗文庄的打装作业 在还没有打到设计深度时 遇到较硬的地质打不动了 他们向中建八局的现场人员 反映情况 希望得到相关的技术支持 不料对方根本不予理会 竟然在施工装长 为达设计深度的情况下 强行指令灌注混泥土成装 随后三杰公司中途 还被踢出了该断工程 根据举报方披露 来融高铁部分路段 90%的罗文庄都不满足设计要求 正常设计庄长为 14.5米至15.5米 但来融高铁三标段的实际 施工庄长只有10米到13米 这样做虽然可以节省一大笔开销 但此举将严重威胁高铁 将来的行车安全 相关事件曝光后 网友纷纷留言评论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滚蛋 好大的官威啊 大天朝特色豆腐渣工程 公众号生产队长日前发文披露 中建八局有军工背景 该公司最早是于1983年 由基建工程兵00229部队 集体整编而成立的 文章引述一名 在中建八局深圳分公司工作的员工透露 现在建筑行业不好干了 不仅普通员工的福利待遇不如以前了 工作压力也更大 工程变少了 还要担心承报的项目收不到回款 在相关报道引发公众舆论热潮后 山东官方就中建八局被举报仪式回应称 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 相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对此 生产队长评论说 要查清楚这个事很简单 直接实地去看一眼 打得桩到底是否符合标准 就真相大白了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